马云为什么能够6分钟说服孙正义 投资他3200美金 知道为啥吗 想不想知道真相 我敢保证我没有讲过 你们这辈子都不知道真相 当年的马云负债3000万 工资都发不出来找孙正义 孙正义当年比他有钱 孙正义是亚洲首富 年龄比的大学历比的高 财富比的多 那为什么马云能影响孙正义 他说了会推 你推个是一家 你推的有资本吧 你没有资本吹得出来吗 而且还有 你以为凭吹凭忽悠 你说你忽悠普通人 我相信你能忽悠到孙正义 那看来肯定不是吹 马云就说了一句话 直接征服孙正义就一句 孙正义就问马云 见他第一面 听说你创立一个阿里巴巴 需要有人投资是吧 他说是啊 你创立这个阿里巴巴使命是什么 他就说了一句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就这一句话 让孙正义瞬间折服 这个人厉害 梦想比我还大 那我不投资投资 马上2500美金一道账 高手过招往往就一句 所以把这句话写成 这句话终极终极啊 让你瞬间从90% 变成30% 也没有比这话更高的吧 当你有一个宏伟的梦想 你就可以吸引 无数个没有梦想的人 和梦想比你小的人 来为你工作 来帮你实现你的梦想 你的梦想跟谁有关 就能拉动谁的力量来成就你 如果你的梦想 只跟你自己有关 只能用你自己的力量 你自己的力量再大 都不足以成事 这句话能听懂吗 叫一个好汉 三个帮啊 浑身是天 你能捡几颗钉吗 但是当年的梦想 跟家族有关 我要振兴家族 让整个周世家族崛起 瞬间用整个家族的力量 你瞬间成为小老板 那当年的梦想 是跟你的员工有关 我要让追随我的兄弟 都在深圳买房买车 你可以瞬间 用三千员工的力量 来成就你这份伟大的事业 你就会瞬间成为大老板 那当年的梦想 不单是跟你自己 跟你的员工有关 而是跟你的顾客有关 在座的各位 咱们今天吃的穿的 长的人模狗样 这些东西都是谁给咱的 是顾客给的 没顾客你啥也不是 顾客才是你的一时父母 那请问你应该怎么对父母呢 那不就是应该做出最好的产品 奉献给自己的顾客吗 来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所以当你的梦想 是跟顾客有关 我要做出好产品 造福我的顾客 瞬间可以拉动 三万顾客的力量来成就你 那当你的梦想 跟整个国家 跟整个民族有关呢 你可以拉动整个国家 和民族的力量来成就你 曾经有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呢 是一个部队的转业军人 然后呢 找了一份工作 然后谈业务 还给公司亏了两百万 到最后负债 老婆离开他 破产四十四岁 他说那就我就创业吧 创了家公司 在想这个公司 到底为谁要创 是为了我还债吗 是为了我赚钱吗 不 我要为整个中华民族 创立一家企业 让中华有为 所以他起了个名字 这家公司叫华为 换句话讲 他从创业起步那天 他跟你不一样 给自己生起一个梦想 此生 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家公司也想跟他张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搞不好